大家早 现在是12月16号早晨6点半 洛杉矶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24小时 发生了哪些值得一提的事情 关于疫情问题没有什么新闻 新闻我昨天已经说过了 前前都说过了 疫情正在 这几天疫情正在飙升 然后疫苗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副总统彭斯昨天 还有过去24小时 也不定是昨天 因为纽约时间比这里早 副总统彭斯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均表示 彭斯要在未来几天注射 接种新冠疫苗 麦康奈尔表示 想要注射新冠疫苗 所以全球范围内正在注射疫苗 所以这个疫情如果之前的节目所说的 在明年夏天之前就会全部消失 基本上 关于两位大佬 公开表明他们想注射疫苗 我依然对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必要的一个质疑 我不是一个百分百喜欢谁 百分百讨厌谁 或者百分百支持谁 百分百这个 不支持谁的一个人 我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永远存有一个一个疑心的人 所以我之前对疫情一直是保持一个质疑态度的 那么两位大佬公开出来声明他们要注射疫苗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他们正在配合后面的利益集团 起到一个带头的释放作用 至于他们最后会不会真实的注射疫苗 天知道 但是他们这样说 那民众都会去注射了 那这个疫药公司就有钱赚了 虽然民众注射是免费的 是没错 但是政府买单 政府买单钱是哪来的 国会拨款嘛 那最后钱哪来的 纳税人的钱嘛 还是人民淘的嘛 对不对 玩这种把戏 傻逼是不知道而已 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对吧 另外 目前在共和党人 基本上都不承认拜登是当选总统的大背景下 选举人团 昨天已经投票确认了 这个川普 这个拜登是当选总统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 麦康奈尔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 也公开承认 拜登为当选总统 并且祝贺拜登 并且麦康奈尔身为这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敦促 共和党 承认拜登是当选总统 不要反对选举结果 我们再看到这个 白宫的新闻秘书 麦康奈尔 那个美女 那个辛辣的美女 在被记者问到 这个 川普是否承认 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麦康奈尔回答说 原话 他的原话是 Yesterday's vote was one step in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就是昨天的选举人投票 是 宪法规定的一个流程 他是这样说的 他没有回答川普是否承认 他只是说 嗯 选举人投票是宪法规定的一个流程 好像的含义是 这只是在走流程而已 就是麦康奈尔的一个回答 这个新闻 秘书是 忠于川普的 忠于川普本人的 因为他是被 是被CNN吧 还是被谁 解雇了 就是因为他质疑了这个 新闻的真实性 被解雇了 然后被川普捡了回去 做新闻秘书 所以他的回答和这个 麦康奈尔的回答 的表态是不同的 麦康奈尔是公开的声称 要求共和党支持 承认这个大选失败 要支持拜登 关于麦康奈尔 很早我就知道 他是政治沼泽的一部分 因为他有个老婆 是华人 我前几天在节目中说到了 中国政治非常善于玩弄36计 36计就一个美人计 我说了 美国的政客 你只要娶了中国老婆 包括这个Facebook的老板 这是战略常识问题 这是战略常识问题 但是美国人不懂 美国人不懂 美国人不懂 我说了嘛 美国人在玩弄36计 在玩弄这个阴谋权谋上 美国人是孙子辈的 中国是爷爷辈的 你玩不过中国 玩科技 玩这些发明创造 你牛逼 玩这些邪恶的东西 你玩不过中国 所以目前为止 川普仍然在进行着诉讼 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川普的事情 对了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苹果视频 苹果TV 宣布 他的旗下的一个TV视频 不得出现 对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不好的 负面印象的一个视频 其实美国很多巨头 迪士尼也好 奈飞公司也好 很多公司也好 都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施压 跟着配合党的要求 讲好中国故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 从这个选举开始 以及从川普当选开始 这一连串的事件 可以说川普当选 是不符合政治沼泽们的预期的 有一种报道说了 曾经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票 川普是可以席卷这个选举的 但他们做了票 做了票 他们本来是 做票以后 他们认为 希拉里的声望很高 他们自己被自己的宣传欺骗了 他们控制了媒体 媒体每天讲假话 讲多了以后 他们自己都信的 他们就认为 这次川普和希拉里选举 我给希拉里做点票 帮助他确保胜利 他本来就是胜利的 他们认为 希拉里本来就是胜利的 为了确保 就做点票 结果在做点票的情况下 希拉里还是败了 让他们措手不及 所以一连串的 恶心事件发生 这一次呢 他们为了让 让这个拜登 稳操胜卷 已经做票 做到令人恶心的地步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 拜登的得票 已经超过了奥巴马 超过了希拉里 他凭什么超过奥巴马和希拉里 在左媒 在左派思潮风行的情况下 你又不是黑人 你又不是女人 你是这个老人而已 又没有政绩 你凭什么 你的声望还超过了 奥黑和希婆 是吧 所以呢 整个美国 现在已经暴露出来 连普京都批评 说美国的选举 现在是一团乱 普京都说了 普京是什么出身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很简单 川普还在努力 没有放弃 川普在政治上是孤独的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川普唯一不孤独的是 他有人民 人民在支持他 但是人民是否在美国还有用 有人劝我 不要放弃信念 其实这不是 其实这说白了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美国的事情 是不是 我也不是美国人 是吧 我只是站在一个局外人来看 信念不信念 我举过例子了 当年大宋灭亡的时候 你有信念没信念 你都是被蒙古人杀的 是吧 就这么回事 那个 第一滴血 是吧 那个石泰龙宴的电影 一些传教士 深入这个缅甸啊 什么的鬼地方啊 去传教 带着对上帝的信念 去跟这些原始人传教 传个毛啊 你被人强见几百次吧 对不对 你的信念在现实面前 不堪一击啊 他人是要有信念啊 就像我 我是有信念的 我并没有放弃信念 只是我看到这个事情 你能你能怎么办是吧 就像你看见蒙古军的铁骑南下 见人就杀 你能怎么办是吧 你除了祷告上帝啊 如何如何 你还能干什么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 说白了就是政治沼泽 控制的一个美国 它不是由任何一个人控制 它是利益 博弈的结果 整个美国说穿了 它不是受什么 不是法律控制 也不是什么三权分立 也不是总统 也不是法院 都不是 它全是利益 博弈的结果 它整个是受华尔街控制 华尔街控制了政治 然后中共通过影响华尔街 不能说中共控制了华尔街 不能说中共控制了美国 而是中共成功的影响了 左右了美国政治 这种无形的柔性的影响 不知不觉的影响 随便让你在风向上稍微偏一下 你就偏离航线了 所以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这就是政治家和商人不一样的地方 政治家做事情 它更有远见 它更有魄力 更有魄力 更能做出大取舍的一个决定 而商人的国家 总是会为了眼前的利益 迎头小利 舍不得这 舍不得那 所以中国成功的 用钱 左右了这个世界局势 可以这样讲 到目前为止 昨天还是前天 我举个例子了 举过这个吴国 吴国的宰相薄皮 他是吴王夫差 所重用的一个大臣 结果这个大臣 就把吴国灭亡了 吴国灭亡和这个大臣的 他的一个反复的一个影响 对吴王夫差的战略决策的影响 是分不开的 所以中国目前通过这种 还是老战略了 这是中国的祖宗的智慧 是吧 来搞定美国 所以基本上 虽然川普没有放弃 我们再看吧 我不知道川普手里 还有什么牌可打 我是希望他直接 以这个入侵 以病毒入侵 或者以这个被外国势力操纵 宣战 这些东西 来采取军事手段 因为目前 他一个人靠人民来对抗这些 体制派 建制派 没用 因为人民他毕竟是 不成系统的东西 人民是有力量 但是他不成系统 成系统的东西 就是军队 你拿什么对抗 你每天都打官司 你跟流氓打什么官司 我觉得川普还是太老实了 什么再选举一次 人家选举都舞弊了 人家系统都是舞弊的 你再选举还不是舞弊 是不是 没有用啊 我始终有一个想法是 你对待恶人啊 你必须用比恶人更恶的方法 才能这样 狗咬你的时候 人家说狗咬你 你就咬狗吗 是狗咬我 我是不能咬狗 因为我不是狗 但是狗咬我的时候 我肯定会采取 最野蛮 最原始的方法 来对这只狗 你说我是君子 来你咬吧 没有用的 我们对付恶人 就要用比恶人更恶的方法 我觉得人性 你要保存你内心中的恶 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你 你只有保留 保存这份恶 同时保存你的善 你的人心向善 但是你的人心 要保存那一份恶 不管这个恶有多恶 多恶毒 你都要保存 保存在干嘛的 对付恶人的 对付 从来对付恶人 就是要用 比恶人更恶的方法 而不是用善 善是对待不了恶人的 我不相信什么恶人 可以感化 什么这个那个屁 我不信这个东西 对付恶人就是杀 个人的观点 个人的观点 不管你说我极端也好 残暴也好 这是对付邪恶的唯一办法 唯一办法 就像那些监狱里的杀人犯 累犯 惯犯 杀了无数人的 你还去指望他去赶话 不要给他死刑 给他叫话 不能这样 好了 过去24小时没有什么更值得提的新闻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就是这个选举 我之前也说了无数遍 这次选举就关系到美国的国运 说白了 美国是否会衰落下去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如果拜登四年下来 下一届是蓬佩奥 或者是彭斯 或者还是川普 这些人 那美国可能还有救 如果拜登下去换了一个又是民主党的人 或者是共和党其他的一个 RINO 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民意共和党人 那美国基本上 失去了这个战略宝贵的时期以后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能力和中共对抗了 以美国人的智商 你搞科技没问题 你搞权谋 真的学着点 真的学着点 好了 拜拜